接下来是我们的项目代码 项目代码呢 是用Node.js写的 我们用Node.js写呢 首先就有一个package.json 里面主要是声明了Eli 要打按一些Eli 然后这里我们加了一个脚本 叫做Dev Dev的话主要是我们使用了这样一个NodeMount 这样一个cool 去让我们的代码更改之后 它可以自动重启 这样我们就不用改一次代码 手工重启一下 但如果你没有装这个cool的话 你也可以选择用npm start 然后代码改动之后 你自己手工停止 然后重启也可以 稍后我们将看到 我们怎样去启动这个项目的演示 然后server.js呢 这里面主要是一个项目的入口文件 那么这个项目呢 使用了一个框架叫做KOA 我们使用的是2.0的版本 也就是最新的版本 那么同时我们node也是使用的7 也就是最新的版本 这样的话支持KOA2 它可以用atheneawait这样的一步函数 但这个不是我们的重点 所以就不重点介绍 因为我们使用了最新的node7 那么在node7中大部分es2015的特性都已经可以直接用了 那所谓的es2015呢就是我们常说的es6 这两个东西呢是同一回事 那es2015中有很多的新特性 比如说我定义变量可以用const一个变量 然后呢等于1 也可能会使用var一个变量等于1 那么还有可能使用let等于1 那这几个什么区别呢 const顾名思义是表示常量的意思 也就是一般它是不可以再次修改的 那var就是我们之前熟悉的变量定义 而let呢也是一个变量定义 但是它可以用在会计作用域中 那因为这门课不是专门去讲es2015这样一回事 所以我们这里只是简单的提及一下 在后面的代码中呢 我们都可能会用到不会做严格的区分 也就是说你可能会看到我定义一个变量使用const 也可能会看到有的时候我们会使用一个var 那么这个时候就不用再问 为什么这个地方要用const 这个地方要用var 可能更多的时候是一种习惯 或者是你觉得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常量 会用const 那有的时候为了方便也可能会使用var 那么模板引擎我们是使用的pug pug它的前身就是jade 它使用了一种使用缩近来表示层级的语法 那么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模板中的就是我们首页模板可以看到这个模板引擎的语法是比较特别的 但是可以很容易看懂它是可以很容易看懂它通过缩近的方式来表示层级 那么我们把这里是评论展示出来 这里是文章展示出来 这样的话大概就得到了我们的首页这个样子 那么在接下来呢是我们定义了一下网站的路由 那么分为site和user 两个路由 那么我们可以分别看一下 路由呢是在router使用 site prefix是前缀是空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带任何特别的前缀 它就会走到site下面 然后这里面定义了几个路由 首页就是site 那么这个site呢是controller 就是site controller的index方法 那么post呢就是文章 这个是获取文章 那么add command就是添加评论 那么我们看一下controllers controllers呢 也就是说index 这个里面就是 这个就是首页的controller 那么这个controller里面我们做的事情 就是使用circle去获取我们的文章 还有对应的评论数量 获取之后 然后把它渲染出来 这是我们大概的一个结构 那么还有几个目录呢 sthetic 这是我们的静态文件 比如说脚本 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的models 这个models里面 目前我们只放了一个数据库的连接 那这是整个项目录的一个大概的结构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